58位志工再次为爱马风灾灾民动了起来 分成三条动线打包组装进水器的材料 和必要的清洁用品 这是何属胜马丁茨基志工朱细邦 透过通讯软体向住在加拿大的姐姐求助的物资 妹妹现在在那边 她本来已经都有受损 在那个时候她还不忙 她是个企业人 她应该做航菩萨道的事 9月初全球医员会和慈基合作 将物资送往爱马风灾灾区 其中也包括圣马丁 表达感谢但提到还是不够灾民使用 加拿大慈义志工一得知讯息 不只是动员人力打包也出钱购买材料 朱细邦的大儿子因为担忧卫生问题先离开了灾区 但依旧挂心在灾区的亲人 直到要送进水器到圣马丁 特地带着家人一起来帮忙 大家分工合作 500份物资顺利送上飞机 这里面的滤芯可以让五个人的一个家庭 可以用一个月 那滤芯是陶瓷做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500个单位 就是我们会在这两天之内 会运到圣马丁 距离灾区 加拿大虽远在千里之外 但只要能做到的 他们全力以赴 台湾新闻 真正美之工黄淑芳 肖南加拿大报道 加拿大虽运